美国互联网房企巨头的大溃败 当你用算法来买房 结局已经注定 毕竟在几周前 他跟此次被裁的近2000名前同事一样 都还在对公司业务蒸蒸日上 和股票的节节攀升而充满期待 要知道 在疫情期间 作为房地产科技门户巨头的资6股价 可是扶摇值上增长了近30倍 今年年初的市值一度接近500亿美元 在2006年之前 美国的房屋交易信息呈现高度分散化 普通人跟房地产行业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信息鸿沟 满满房双方高度依赖中介机构 房屋价格不透明 区域间的信息壁垒高耸等 是长期存在于地产行业中的问题 在Z62018年宣布涉及地产业务之前 高级房产经纪人所产生的收入 约占Z6整体收入的70% 而线上广告和贷款业务都反响平平 甚至不断走低 在一不一弥务势下 相较于过去卖房先找房产经纪 在座open house却受报价 协商 修缮房屋等繁琐买房流程 亦不应将流程最大程度的简化 从上市到交易完成只需大概两周 并且不需要卖家花费过多精力 对于很多想要快速脱手房产 回流现金的卖家极具吸引力 一开始 受到疫情居家隔离的影响 Zio的用户数量 租房和买卖房的需求高涨 让Zio的各项业务 都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 关于Zesment的估值算法 Zio至今唯一公开的是 他们开发Zesment所纳入的参考变量 包括了等 Zio至今